这期继续讲职员第65篇 段国荣疑惑地看了看秦剑辉 扫了身旁的秦剑德一眼 他知道两人的关系 这会更是好奇是怎么回事 盯着张国忠手上那张信纸 源头都是在这张纸上 张国忠瞥了段国荣一眼 将手中的信纸递了过去 道 国荣书记不知道能否给我解惑 你儿子就叫秦守正 那你儿子现在在哪 把他叫过来 段国荣扫了纸上一遍 神色变了一下 道 一旁的秦剑德挨段国荣挨得很近 眼角的余光扫到纸上的内容时 秦剑德差点没把眼珠子给瞪出来 满是不敢置信的眼神 他 他 秦剑辉一时不知道该怎么答 关键是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心里没底 眼神往秦剑德身上瞅着 秦剑辉想得到点暗示 剑德同志 好像这秦守正是你侄子 段国荣把目光转向秦剑德 嗯 是的 秦剑德不动声色地回应着 心里头快速盘算着 看向秦剑辉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道 剑辉 有人说守正是枪击案的幕后指使者 你把守正叫过来 当面对峙一下 怎么可能 秦剑辉几乎是失声叫了出来 可不可能是你说了算吗 你儿子现在在哪 把他叫过来 张国忠不耐烦地说着 他眼里根本就没秦剑辉这号人物 这会更是懒得听对方废话 秦剑辉嘴巴张了张 省委书记段国荣 也是目光灼灼地盯着他 秦剑辉根本没法再多解释什么 人家只是要让他把儿子叫过来 他越解释 很有可能就是越抹越黑 剑辉 现在就把守正叫过来 秦剑辉再次出声了 好 我现在叫 秦剑辉苦涩地点了点头 连大哥秦剑辉都如此说了 秦剑辉没法再说什么 转身就要到外面去打电话 秦剑辉其实听得出来 大哥刚才的话 其实是在向他泄露信息的 让他知道纸上写的是什么 为何要叫他儿子过来 等于是给了他一个应变的机会 秦书记 这会省里和市里的领导都在 你在这打电话不就行了 陈兴出声道 不让秦剑辉单独打电话 要不然指不定还会出啥状况 秦剑辉无奈地点着头 这么多人看着 陈兴又如此说了 他要是坚决要到外面打电话 反倒是给自己头上扣屎盆子 让人觉得自己心虚了 拿出手机就拨了儿子的号码出去 秦剑辉从来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烦躁和焦虑过 儿子是枪击案的幕后指使者 秦剑辉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儿子虽然混蛋了点 但应该不会有那么大的胆子 秦剑辉这回也只能这样安慰着自己 接到父亲的电话时 秦首正此时正在外面到处找着女子的人影 心理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 从他拨打女子的号码一直都提示关机 到现在连女子的人都找不到了 秦首正心里愈发堵得慌 女子叫蓝月 是在当地一家高级会所上班 秦首正去问了一下 会所的工作人员说 女子两天前就辞职了 秦首正赶紧又到女子的住所去 结果房门紧锁着 大门上更是贴上了大大的招租两字 秦首正眼珠子差点瞪出来 照着上面的号码打过去 那边的房东告诉秦首正 原来的租客已经退房两天了 秦首正听到这个消息 差点没一屁股坐在地上 脸色更是苍白了几分 失魂落魄地从小区里出来 开着车在大街上四处游荡着 还不时向外张望着 幻想着能够看到女子的身影 秦首正要是不问个清楚的话 这心里就踏实不了 今天的事情真的是太蹊跷了 秦首正不敢想象 这要是跟他有关 这是怎么善后 首正 你现在在哪 电话打通了 当着段国荣等人的面 秦建辉也不敢多说什么 陈生问道 在市区 爸 有什么事 秦首正心不在焉地硬着 也没去注意父亲的声音 现在到医院来一趟 秦建辉面无表情地说着 说完就挂掉了电话 秦首正到医院来的时候 已经是十多分钟后的事情 一到五楼 就看到五楼一个病房外挤了不少人 秦首正走了过去 才知道那正是自己要进去的病房 走近时 看到市委副书记刘建川 和常务副市长曾发展等人站在门口 秦首正惊地睁大了眼睛 他们秦家在东周市 怎么也算得上是一个权贵家族 对于市里的领导 他倒是认得不少 爸 大伯 秦首正进了病房 就看到了自己那当省委副书记的大伯也在 赶紧打了招呼 随即规规矩矩地站着 一颗心高悬了起来 他已经看到了病床上的陈兴 还看到了省委书记段国荣 那可是东江省的一把手啊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秦首正低头看着地板 现场的气氛很是诡异 特别是他一进来 众人的目光就都落在他身上 就连段国荣都是盯着他 这让秦首正很不适应 就算是他在本 也知道情况有点不对劲 要不是自个父亲和身居高位的大伯都在这 秦首正怀疑自己都要站不稳了 张国中此时也不说话 只是拿眼看着段国荣 他也把性质给对方看了 此时的意思再明显不过 你这个省委书记想怎么处理 我看着呢 段国荣转头朝市公安局局长牛星廷看了一眼 招手将对方叫到跟前来 他毕竟不是专业的警察 破案这种事不是他所擅长的 况且段国荣自视身份 总不至于问话 还要他一个省委书记亲自出马 秦首正你刚才在哪 牛星平得了段国荣受益 也只能当场问案 这会他也管不上秦首正跟秦建德是殊职关系了 反正他现在后头站着段国荣 我 我 秦首正本就心虚 此时被突然问得答不上话来 更是莫名其妙 不知道眼下这阵势到底是怎么回事 叫他过来又是为了什么 然到别人也认为陈兴被枪击的事跟他有关 秦建辉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心说自己这不争气的儿子 这时候掉链子岂不是徒增别人的怀疑 不动声色地看了大哥秦建德一眼 秦建辉倾咳了一声 首正 刚才有人说你是今天这起枪击案的幕后主使 这是跟你有关吗 则 谁让你开口的 没让你说话就把嘴巴闭上 秦建辉一开口 张国忠就不乐意了 瞪了秦建辉一眼 不得不说 秦建辉这话跟秦建德说给秦建辉听一样 有故意帮秦首正的嫌疑 人家是父子俩 这样做其实是在正常不过 张国忠却是绒布的这些人 就在自己眼皮底下耍心眼 且不说张国忠毫不留情地训斥秦建辉的话 让秦建辉这会脸色一会青一会白的下不来台 秦首正听到父亲的话 当时脸色大变 尖锐地叫了起来 不可能 不可能 陈司长是不理下来的领导 我一向对其很敬重 再说 我和陈司长之前也没见过面 无冤无仇的 我怎么会指使人杀害陈司长 这是陷害 是有人陷害我 又没人就说是一定是你做的 你这么紧张干嘛 张国忠眼神伶俐地盯着秦首正 我 我 有人冤枉我 我当然要赶紧解释 秦首正不知道张国忠是啥人 回了一句 陈兴一直在看着秦首正的表现 要说在这封来历不明的信送进来之前 陈兴真的没把枪击案跟秦首正联系在一起 起码刚才还没有 他甚至还想着自己是被误伤 还是有人要谋杀他 如果是后者 嫌疑最大的自然也就是秦家父子 毕竟这两人有害他的动机 但陈兴终归是不相信秦家父子有这么大的胆子 但此刻 陈兴对秦首正的疑心却是越来越重 秦首正 前晚在学校里喊学生伤我的 就是你吧 还有 昨天下午那坐在奥迪车里撞死学生后逃逸的也是你 我想你是在看到我朝你车子走过去后才惊慌失措地开车走的 不知道你怎么解释 陈兴开口问道 这 这怎么可能呢 陈司长 我都没见过您 怎么会故意想伤您呢 前晚肯定不是我 秦首正眼神躲闪了一下 善善地笑着 林主任 把那女学生带进来一下 陈兴冷笑 冲着病房外喊道 林玉培带着那女学生进来了 陈兴目光柔和了许多 朝那女学生点头笑了笑 你说说 前晚上在河边喊话的那人是不是秦首正 是 是她 女学生斩钉截铁地点着头 双目中更是发出了仇恨的光芒 你是谁 我们俩不认识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秦首正又急又怒 盯着女学生 我是会计学院的学生 你不认得我 但我却认得你 前晚上在湖边 陈司长正问我几个女学生跳楼的事 突然间就冲出几个学生 拿着木棍追打陈司长 当时旁边还有人喊着要狠狠打 我看得一清二楚 那人就是你 湖边的路灯都开着 我绝对没有看错 女学生咬着牙道 她知道 今天是自己为死去的同学报仇的最佳机会 尽管她不知道 现场到底有几个大领导 但她清楚 这些人里面有能收拾秦家父子的人 女学生说着话 转头看向一旁的江东进 指着对方道 后来就是江主任来了 那几个打人学生才停住 你看到江主任喊陈司长 这才转身跑了 你 秦首正正住了 她没想到 自己真的被人看到了 偏偏看到的人 还被陈兴找来了 秦首正此刻脸色仗得通红 但她说不出辩驳的话 憋了一会 秦首正才怒道 胡说八道 你肯定看错人了 我跟陈司长又不认识 怎么会喊人打她 江主任 你说那天晚上 是不是秦首正 陈兴看向江东进 一脸平静地说着 江主任 你可得想清楚了再说 省市的领导都在 你想想自己今日说谎 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江东进听着陈兴的话 原本就想张口否认的话 又吞了下去 心里苦涩不已 她这是被秦家父子 给牵连进来了 谁让她就是靠拍 秦建辉的马屁生上来的 眼下连省委书记 段国荣都在场 江东进不得不慎重 考虑陈兴的话 东江大学 是东江省政府 执管的地方高校 一直以来 他们之所以敢对陈兴 这一行不理的人 扬奉英伟 那是因为 不理对东大 没有直接的人事权 校领导的人事任命 是掌握在 东江省委省政府手里 而像他这种校内的 中层干部 能不能上 完全就是党委书记 秦建辉一句话 现在是段国荣 这个省委一把手在场 对方要是发怒起来 完全能将东大的 校领导班子 给一窝端了 至于他这种中层干部 更是不能幸免 江东静嘴巴发苦 秦建辉最大的义仗 如今不存在了 他是否还要 跟着对方一条路走到黑 一不小心 可就是万劫不复的境地 江东静内心百转千劫 看似沉思了很久 其实也就是一会的事情 似是下了什么大决心 江东静抬起头 没敢看秦建辉 道 那天晚上 我是后来才追上来的 也没看得太清楚了 就只看到一个背影 那身板跟手证是挺像的 但毕竟没看到正面 所以我也不敢太确定 江主任 你 你秦手证 惊得差点说不出话来 脸色大变 惊慌失措地看着陈兴 陈司长 前天晚上都是误会 我是真的不知道是你 我以为你是记者 所以气急之下 才喊了几个学生打你 但今天这起枪击的案子 真的跟我没关系 我也就是想让人教训下你 哪里敢让人谋杀你 借我俩胆子 也不敢那样做啊 秦手证惊慌之下 已经乱了分寸 一咕噜就讲话全讲了出来 对于秦手证来说 自己真的是清白的 他要讲清楚 赶紧撇清 但此时秦建辉 已经面如死灰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生的儿子会打动 想他秦建辉也是 功成名就的人 却交出了这么一个没用的儿子 嘿 还真是好精彩的一出大戏 张国中阴阳怪气地说着 段书记 这封信来历不明 而且光凭这么一张信纸 也不能说明 我儿子就是枪击案的幕后指使者 我看是有人想要故意栽赃嫁祸 同时混淆视听 让那真正的凶手 逍遥法外 秦建辉不得不站出来 为自己儿子开脱 见得同志 这件事你怎么看 段国荣不动声色 看着秦建德 秦建德跟秦建辉是兄弟关系 段国荣此刻将问题抛向秦建德 其内心是怎么想的 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我也觉得 光凭这么一封来历不明的信不明说明什么 假若这信上 写幕后指使的是伟正同志 难不成我们就怀疑伟正同志 就是凶手不成 我看还是要经过严格调查后 在下定论不迟 秦建德淡然地说着 你马的 事情牵涉到的是你大侄子 你压的 把我扯进去干屁 一旁的东周市委书记罗伟 正好悬眉一口血就吐出来 欺负人也不是这么个欺负法 他虽然也挂着省委常委 但比起秦建德这个省委副书记来 还是差了一筹 此刻对方拿他这样比喻 罗伟正心里气得不行 偏偏发作不得 有没有嫌疑是你俩说了算的吗 在场的所有人都有说话的资格 就你们两个没说话的资格 然到连最基本的回避常识都不懂吗 张国中哼了一声 一点都不给秦建德这个省委副书记留情面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就狠狠地削他的面子 又道 国荣书记 这事你们东江省到底办不办 不办的话我不介意从公安部调人下来 当然办 这起案件十分地恶劣 枪击国家干部 这种事情害人听闻 我们会全力以赴地将凶手抓拿归案的 段国荣对上张国中也是一点脾气都没有 特别是在张家仁站这里的情况下 他更是只能顺着对方 吩咐着罗伟正 道 伟正同志 这封信虽然来历不明 但也算是唯一的线索 你们是公安局就秉公办案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要受到外力干扰 要是有人干涉你们办案 你们可以直接把状告到我这里 嗯 段书记指示的是 我们市委一定责承市局公正执法 排除一切外力干扰 罗伟正点了点头 说这话的时候还瞅着秦建德 现在心情最畅快 就数他一人 见到刚才秦建德在张国中那里吃了别 罗伟正更是差点忍不住笑出来 恨不得秦建德掉面子 掉得再狠一点 新平局长 既然秦首正有嫌疑 那你们就把他带走调查 不要放走任何一个嫌疑人 也不要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罗伟正这话无疑也是在打秦建德的脸 你码的 当我就是好欺负的不成 现在就还回去 躺在病床上的陈兴 看着东江省的这些个地方领导 明争暗斗 心里头冷笑 在官场这个大染缸里 能混得风生水起的 其实没几个好鸟 表面上都是衣冠楚楚 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 内地里又不知道是什么货色 陈兴此时也懒得管这些 他只想为东江大学几个已死的学生 讨回一个公道 将凶手绳之以法 置于地方领导之间的争斗 这不关他的事 牛局长 昨天秦首正开车 撞死了一个学生后 驾车逃逸 你们公安机关到现在 都没采取任何措施吗 陈兴盯着牛星婷 这是我还真不知道 牛星婷被问得一愣 尴尬地笑道 他这话还真不是搪塞陈兴 整个东周市 每天发生的车祸事件多了去 要是都要他 这个局长过问 那他早就累死掉了 交通肇事案件 自有下面人去处理 除非特重大 交通事故 否则根本不可能报到他这里来 秦剑德扫了侄子 擒手正一眼 这会已经是对这个大侄子 有点失望透顶了 车祸的事 他是现在才刚刚知道 显然弟弟秦剑辉 昨天也有意瞒着他 秦剑德此刻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个不争气的侄子 才刚捅出了大篓子 弄出了学生的跳楼事件 昨天又开车撞死了人 秦剑德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段国荣这一行人 在病房里待了一会就离开了 亲自过来一趟 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段国荣尾时也不想多待 跟张家本就不是一路 今天张国忠又是冲得很 段国荣留下来多待 也是自讨没趣 把该表态的都表态了 段国荣果断离开 陈兴在东周市第一医院修养的第二天 就跟着张国忠一行 做专机回京城了 转到军医总院疗养 按照张国忠的说法是 地方的医疗技术比不上京城 转到京城来 也方便就近照顾 除了陈兴先回来 不理下去的一行人 还待在东大 陈兴不放心案子的进展 让林玉培一行留在东大 也有督促东周市公安局办案的意思 你小子好好养病 办案的事情 自有公安局的人去操心 还轮不到你费心 你该吃吃该喝喝 把自己身体养好了 才是正理 军医总院的病房里 听到陈兴中枪的张义 从外地特地提前赶回京城 来探望陈兴这个妹夫 我主要是担心 那个禽守正的大伯秦建德 是东江省的省委副书记 会影响到办案的公正 陈兴皱着眉头 段国荣既然许诺了 咱们张家要秉公办案 哼哼 最后要是糊弄我们 那他自个掂量掂量后果去 请建德一个省委副书记算什么 有本事 他倒是只手遮天给我看看 张义不以为然 京城 位于繁华地段的顶级造型会所 于轩会所 此刻在会所三楼的办公室里 身为国内顶级造型设计师的孔于轩 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其对面坐着一个跟其年龄差不了多少的女子 此刻孔于轩脸色颇为难看 蓝月 你知道自己这次擅自行动会给组织上 带来多大的麻烦吗 我只是在还一个人情 况且我也没伤害陈兴的意思 那子弹也就射到他的腹部而已 要不了他的小命 蓝月哥哥笑着 你应该知道 你选择了这一条路 不应该再有感情 孔于轩脸色陡然冷了下来 让你到东周市 却是让你渗透当地的政府官员 你为了自己的私事 将两年来的努力都白废掉 我会如实向上面汇报的 你等着组织的处理结果吧 组织怎么处分我 我都心甘情愿地受着 蓝月正色道 孔于轩看了对方一眼 不再说话 转身走到窗前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偌大的办公室 一片静忌 转眼间 一个星期过去 陈兴已经从医院里出来 住院一个多星期 前来探望的人络绎不绝 不理的领导 私里的同事 还有张家的一些亲戚等 陈兴起初 为了不让父母担心 也没打算通知家人 倒是张宁宁自作主张 打电话告诉了他父母 哥给张宁宁自己说来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他这个儿媳妇 要是不把这事告诉父母 两老人以后 要是怪罪到他头上 那他可吃罪不起 陈兴的父母 接了张宁宁的电话后 第二天 就从海城坐飞机赶到京城来 亲眼见到陈兴没事 两老人才安心 在京城待了两天 又飞回海城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的是 陈兴中枪之事 并没有在报纸上有任何报道 上道是有据称 过路目击到枪击案发生的路人 第一时间在上曝光 但帖子只是片刻之后 就被论坛管理者删除 这事已经由东江省委省政府达成共识 要控制消息外泄 一个副厅级干部遭到枪击 这起案子不仅恶劣 而且害人听闻 东江省地方的主要领导 都希望控制消息的传播 这也是经过张国中的点头 张国中也不喜 传得沸沸扬扬 对于张国中而言 有张家人的关注 足以给东江省地方政府 施加足够大的压力 不需要舆论来报道 有双方的默契 消息被控制住 也就不足为奇 以至于除了一些目击者和当地人 其他地方并没有人清楚 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时间大致过去了一个星期 林玉培一行 也已经返回京城 东州市公安局 已经对秦首正正式立案调查 其所涉及案件 不仅包括交通肇事案件 还涉及东大几个学生的跳楼事件 以及陈兴的枪击案件 虽然仅仅凭一封来历不明的匿名信 无法说明什么 但那也是目前唯一的线索了 此案是省委书记段国荣亲自关注的案子 秦建德尽管想动用自己的权力 对东州市公安局施加压力 但是却不得不顾及段国荣的态度 没法明目张胆地干涉东州市公安局办案 再加上省委常委 东州市委书记罗伟正 尽可能地将秦建德的干涉给挡了回去 市公安局可以说是赢得了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办案空间 没有受到太多的私权影响 陈兴商欲出院 重新回到部里上班 就被叫到了李怀远的办公室 李怀远见陈兴进来 笑着从办公桌后面走了出来 上下打亮了陈兴一眼 点了点头 道 精神尽头还不错 怎么样 身体都恢复得差不多了吧 多谢部长您的关心 现在是好的差不多了 陈兴笑着点头硬道 你呀你呀 让你到东江大学去 你倒是给我捅了不小的篓子 李怀远手指隔空点了一下陈兴 走到沙发上坐下 示意陈兴也坐 又道 学生跳楼的案子 现在还在调查之中 你在东大把这事挖出来 包袱室丢给地方政府了 但人家可没少向我抱怨 李怀远笑咪咪地说着 见陈兴有些疑惑 李怀远笑着解释了一下 东江省省委政法委书记林向中 跟我是党校同学 三年前的时候 我们一起在中央党校就修过 关系还可以 牵涉到秦首正的这个案子 可是对东江省政法系统的一个大考验 陈兴这才释然 感情李怀远跟东江省政法委的一把手 还有这层关系 然怪这种是会抱怨 他这里来 说到秦首正的案子 陈兴脸色也严肃起来 希望这个案子 能够得到公正的调查 而不是被某些领导以权谋私 以权待法 让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个案子比较特别 牵涉到了东江省地方主要领导 要说案子 完全不会受到外力的干扰和影响 那是不可能的 不过你起码 还是为案子的公平公正 争取了依法调查的空间 这是你用身体挨了一枪后换来的 就算是东江省 有人想要捂盖子 也得先问问张家仁同不同意 段国荣既然当面应下此事 要是最后案子 办杂了 等于是打他自己的脸 相信最后会是一个让人较为幸福的结果 李怀远神色庄重 更多的是一种无奈 这件事 他是半点都插手不上的 这跟教育部的职能部无关系 我的要求也很简单 能给死去的学生一个公道也就好了 沉兴淡淡地说着 至于他自己受的伤 眼下也不能一口咬定 就是秦首正幕后指使的 但由他受伤之事 连带着揭开了 秦首正在东大校园里玩弄女学生 以至于导致了跳楼惨剧发生 并且让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不得不说 这是付出了流血之后的代价 才换来的结果 嗯 这是我们要时刻关注 东周市公安局的案情进展 李怀远看了陈兴一眼 点头说着 对于陈兴 李怀远多了几分欣赏和器重 而不再是仅仅因为张家的女婿这层身份 李怀远自个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官场臣服 是没有了年轻时候的热血和极恶如仇了 权力 是为利益团体服务 还是为老百姓服务 在李怀远的价值观里 已经快混淆不清 李怀远已经不再年轻 也没有了为正义抛头颅洒热血的心 这是在体制里颠簸臣服后 最可悲的结果 李怀远如此 那是在体制里臣服后的一种必然 但李怀远也希望能多些像陈兴这样的年轻干部 若有干部都已冷漠麻木 那只能是整个体制的悲哀 陈兴从李怀远的办公室出来后 已是将近十点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司长王荣言 就亲自过来他的办公室探望他 关心寒暄了几句后 王荣言这才离开 随即就是隔壁办公室的副司长陈丹英 陈丹英离开后 陈兴分管的几个处室的主要负责人也纷纷到他办公室来 这些人虽然也在住院期间前去探望过 但今天是陈兴伤后第一天上班 这些人也免不了要过来做一番殷勤的关心和表态 一直到快十一点 陈兴才得以清静下来 看下时间 陈兴不禁苦笑 这上班后的第一天上午就这样被打发了 过半小时都下班了 这还办公个屁 屁股还没坐热 办公室门又响了起来 这下进来的是办公室副主任林玉培 林玉培美眸在陈兴身上转了转 笑道 看来陈司长恢复得不错 还好 陈兴点着头 林玉培进来得正好 他也想当面问问东大的事 抬手请林玉培坐下 陈兴道 那个叫赵家迪的女学生还好吧 陈兴问的就是枪劫案那天 约他见面的女学生 对方在病房里 当着那么多省市领导的面 揭发禽手证 让秦建辉这个校党委书记也下不来台 陈兴唯一担心的就是在他们离开后 这个小女生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我们回京城的那天 我还去看过他 他现在还好 精神不错 他说老师们对他都很好 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 林玉培回答着陈兴的话 那天东大的校长吴古波也在 他可是向我们不理的人打了包票 说会关注赵家迪的情况 不会让他受到什么委屈 有吴古波这个校长做保证 那倒还好 陈兴欣然点头 赵家迪也有他的电话号码 他有跟对方说过 碰到麻烦可以打电话给他 看来他担心的不好情况并没有发生 不过想想也是 那天有那么多省市领导在场 秦建辉要是赶事后报复一个女学生 那也得看他能不能承担得起这个后果 何况现在他因为儿子秦首证的事都已经焦头烂额 自身难保 想必也不敢再乱来 这么一想 陈兴心里也放心不少 我有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他 让他有困难可以找我求助 相信不会有事的 林玉培点头笑着 拿起手中的工作表看了一下 道 陈司长 原本您到海城大学的行程 是安排在这一周的 没想到咱们在东大耽搁了这么多天 到海城大学的行程安排您看 到海大去的安排 就先往后挪吧 陈兴一听 就摆了摆手 好 那我去稍后安排改一下 林玉培道 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 傍晚下班 陈兴想到晚上回家是自己一人 不禁苦笑 他现在身体康复 张宁宁就又开始忙碌地生活了 今天就登上飞机 飞往西南山区了 带领了一个慈善团体前往 要为山区的孩子们募捐更多的善款 回家的路上 陈兴随便在街道边找了家小吃店解决了晚饭 就慢慢晃悠回了小区 坐了电梯到自己所在的楼层 陈兴才带掏出钥匙开门 旁边那套单身公寓的门 支呀一声打开 只见宋志探头探脑地从门里往外张望着 见是陈兴 宋志才雀悦了一下 打开门就走了出来 帅哥 好久没见你了呀 我都开学两个多星期了 没见着你人影啊 你以为谁都像你这样没事 整天晃悠啊 陈兴笑着看了看对方 这宋志现在倒是都没化那种乱七八糟的浓妆了 偏向于休闲简单的打扮 看起来就有一种清爽的感觉 陈兴有一个多月没见到对方 今天一见 倒是感觉许久没见一般 喂喂 帅哥 你可别冤枉我 我现在可是个乖学生 每天准时上课下课 争取拿优秀大学生奖呢 哎 生活不容易 社会也不好混啊 为了下半年能找份好工作 本姑娘算是豁出去了 多给自己拿点奖 到时候简历上好能多写点 不然本姑娘说不定真得沦落到扫大街的境地了 送着皱着秀气的小鼻子 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你下半年就找工作了 这么快 陈兴诧异道 可不是吗 这都大三下学期了 下半年就大四了 当然得着手找工作了 要不然等到明年 好工作都没了 宋志大咧咧说着 是吗 倒也是 这时间过得还真快 陈兴点头说着 这小姑娘也快踏入社会了 说着话 陈兴就打开了门 换好拖鞋 送着比她还快一步 跟只尼丘一样 就从她身旁钻了过去 张开双臂 像只飞翔的小鸟一样 就扑到了沙发上 抱着靠枕就贴了上去 丝毫没把自己当客人的觉悟 一双圆溜溜的眼珠子 蒙瞅着陈兴这房子 唉声叹气道 帅哥 我是没你这么一套大房子 要是我这么有钱 直接不找工作了 当个包租婆 自己住那小公寓 把这大房子租出去 这每个月也能收个上万块租金吧 比累死累活的 给人打工强多了 你这个小屁孩 少跟我扯这些有的没的 那公寓是你的吧 你这还没毕业的学生 就能有一套五十多平方的单身公寓 就你毕业后 会为了找工作吃苦 你是看我好骗吧 陈兴倒了一杯水走过来 笑骂道 要喝水自己倒去 帅哥 那房子是我爸买的 不是我的 跟我没半毛钱关系 宋志哼哼道 你都还在读书来着 你爸就买了套单身公寓 让你住校外 这是怕你住宿舍委屈了 怎么着 我看你比别人都幸福 就别叫嚣什么生活艰苦了 你这叫饱汉不知恶汉机 懂吗 陈兴白了一眼 跟这小女娃插磕打混也是一件挺有趣的事 起码不用耍什么心机 心情放松 难得的是 宋志知道自己的身份 还敢没心没肺地跟自己开玩笑 就像刚认识自己时一样 这种感觉也让陈兴很是舒服 算了算了 不跟你说了 你这么个大男人 怎么也就不知道让一下我这小女生呢 宋志气道 要是别的小女孩 我是一定让的 但对你这种小小年纪 就能出来瞎混的 嘿 陈兴笑了一下 那意思不言自明 那都是陈年往事了 瞧你还挂在嘴上 我看你 绝对是个喜欢翻旧账的人 你老婆以后肯定要受苦了 宋志嘴巴撇得老高 什么跟什么 你这嘴巴就不能 蹦出一句好话来 陈兴摇头苦笑 那也是跟你学的 宋志回了一句 看了一下时间 眼睛转到陈兴身上 突得一亮 道 帅哥 晚上我有个同学举办生日 party 你也一起去玩玩吧 你们小娃娃的生日聚会 我去凑什么热闹 陈兴笑着摇了摇头 你自个儿去玩吧 我这老骨头 还是早点休息好 千 你也没比我大几岁 整天装得像个老学灸一样 宋志不乐意地说了一句 确实有着一股 切而不舍地进 直接蹦到陈兴身旁的沙发上坐着 走吧走吧 帅哥 我看你晚上这么早下班回来 肯定没有应酬 陪我一块去吗 则 我对你们的聚会 一点兴趣都没有 陈兴苦笑道 你不去 怎么就知道没兴趣 去了才知道 很有意思的 宋志使劲摇着陈兴的手 再摇下去 我骨头都要散架了 陈兴无奈地笑了一下 这小女娃还真是一点不怕她 只好点头 醒醒 我去 去看一下你们年轻人的聚会是什么样子 几乎是被宋志半拽了出来 陈兴和对方一块下了楼 出了小区 对于这个丝毫没把自己身份放在心上的小姑娘 陈兴也是哭笑不得 帅哥 待会可都是些俊男美女 你可别装得老气横秋哦 宋志笑咪咪地朝陈兴眨着眼睛 脸上不乏得意神色 对自己能把陈兴给拉出来 宋志显然是很自得 小姑娘 我和你们是有年龄代勾的 知道不 陈兴笑着敲了一下对方的头 喂喂 谁让你敲我的头的 你不知道 敲头会把人敲傻的呀 宋志气鼓鼓地瞪了陈兴一眼 要是换成别人 他早就张牙舞爪地还回去了 就冲他还在学校读书 就赶出来社会 跟那些个混混打交道 就能看出一点他的个性 胆大不说 也不是个容易吃亏的主 不过 别看他嘴上跟陈兴没大没小的 其实内心深处 还是对陈兴颇为敬畏的 不管怎么说 陈兴是不理的领导 他不可能对陈兴的身份 半点都不在意 正所谓疏人不疏阵 宋志虽不敢 对陈兴动手动脚的 嘴上仍是恨恨地嘀咕着 不就是和我们差个快十岁吧 搞得自己好像是四五十岁的老头子一样 现在这年代 三岁就一个代沟 懂不懂 陈兴饶有兴趣地跟对着逗着嘴 两人边说话边在路边等着车 也不知道是不是天功不作美 平常经常一出来就能打到车 今晚两人等了几分钟 还没见着一辆低士过来 送着嘴巴翘得老高 朝着陈兴抱怨道 帅哥 怎么说你也是一个领导 又是住着那么大一套豪宅 咋连一辆车都没有呀 你怎么说也比那些个县委书记县长的官大吧 咱也甭说书记县长了 就说县里面的那些个局长啥的 人家不仅配专车 还有专职司机呢 怎么你连个车子都没有 你懂什么 不理跟下面地势的情况能一样吗 陈兴摇头笑道 出奇的 陈兴竟是想着跟宋志难心解释了一下 道 部委的管理相对严格 就在中央政府的眼皮底下 你以为像下面的地方那样 天高皇帝圆那 按照干部配车规定 地厅级以下包含地厅级 都是不配备专车的 只保证工作用车 中央部委是这样 下面很多省份也是差不多 可能会因为地方不同而有所差异 但具体的管理规定也不会相差太多 但事实是 中央部委对规定的执行会相对严格一点 因为就在京城 天子脚下 到了下面地势 基本上就是乱来了 别说地厅级 就是政科级 有配车的 都是常识 只不过 车辆是变相挂靠在单位罢了 车子其实就是领导的专车 对于上面的规定 根本就是阴奉扬违 这报纸上还经常嚷嚷着 中央要进行公车改革 我看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吗 咱们国家还有那么多生活在贫困线下的穷人 连吃饭都成问题 偏偏还有那么多贪官 整天拿着纳税人的钱在享受 我要是国家领导人 非得一纸下令 将那些贪官污吏都枪毙了 宋志恨恨道 陈兴看了看宋志 二十岁出头的小姑娘 有一颗极恶如愁的心也算不错 起码有正确的是非观念 沉兴沉吟了一下 有心给宋志上一课 笑道 宋志 假设你真的成为国家领导人了 嗯 就比如你是一号吧 你觉得到时候你真的那样做 对国家是好是坏 那还用说了 当然是好了 那些贪官污吏不杀 国家就没有希望 我要真像你说的那样是一号 一定会下令把那些贪官都抢毙了 毫不犹豫的 宋志挥了挥小拳头 似是想证明自己的决心和魄力 咱们国家就缺乏一个有魄力的领导人 真让你当了一号 你那样做固然是大快人心 会赢得老百姓的掌声 但只能说是国家的退步 一个国家的进步 不是看我们处理贪官的态度和方法 而是看这个国家的法治进展 你一纸下令就要枪毙贪官 那说明什么 说明领导人的权利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是国家的悲哀 更是人民的悲哀 法治 才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民主进程 只有从制度上解决的根源 才能彻底杜绝 你杀得了一人十人百人 杀得了千人万人吗 依法治国 这才是老百姓的希望 而不是靠着领导人一句话 就能掌握生杀与夺的大权 如果那样 我们就回到了封建时代 只靠杀 贪官是永远杀不完的 陈兴郑重地说着 我们国家一直在努力地推动着法治建设 完善法律体系 但跟发达国家的法治之路比起来 我们国家现在所走的路算是短的 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 还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不是短时间内能够一蹴而就的 这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 宋志明显是对陈兴突然变得严肃的态度说的一愣 若有所思地听着陈兴的话 认真的思考起来 他的脑袋瓜子其实很聪明 只不过是缺乏认知罢了 只不过陈兴今天说的层面太高 宋志多少有些不理解 又有些不服气地反驳道 咱们国家不就是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吗 你看看有多少官员凭借着自己手中的权力干涉司法公正 制造了多少冤案错案 是的 你说的情况是有的 而且很普遍 所以说 我们要走的法治之路还有很长 还需要很多人的努力 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而且 这期间 或许有人需要为此做出牺牲 陈兴脸色凝重地说着 改革 没有破而后立的勇气 又弹劾成功 法治之路 如同漫漫长征路 这其中又不知道要经历多少的艰难险阻 纵观国外的民主进程 何尝不是一些有识之士牺牲小我 成全大我 帅哥 有那么严重吗 宋志吐了吐小舌头 这个话题 对他而言 太过沉重 跟你随便说说 好了 不说这个了 车子来了 陈兴笑道 跟宋志说这个 对于他而言 或许没法理解 也没法想象出其中的艰辛 等了一会 车子就过来了 陈兴和宋志上了车 这会还不到七点 宋志说了个位于成熙区某个别墅小区的地址 出租车直奔那里 车子行驶了一会 宋志才又活跃了起来 笑道 帅哥 待会的生日 party 估计很隆重哦 嘿 我那同学家里 可是辈儿有钱的主 听说这次生日 要给他大办特办 还请来明星助阵呢 晚上咱们也去开开眼界 看看是啥大明星 总比你一人闷在家里是不是 也就你们这种小女孩还追星 我这种老人家 是半点兴趣都没有 陈兴笑着摇头 现在你们这一代的学生 是不是连半个生日都要互相攀比 差不多吧 您老应该知道 很多学生都是京城本地的 不少都是家里有钱的主 半个生日或者过节啥的 都喜欢大四操办 互相比个面子 还有山西大爆发户的儿子 也有温州富商的儿子 这些人谁都不肯被别人比下去 还真别说 小小一个班级里 经常出现炫富的事来 今天这个开马沙拉蒂来 明天那个开法拉利来 呀得 看得我这种穷嘎拉出来的村姑 眼珠子都圆了 像我这种没钱的 也就不敢跟人比了 只能去蹭吃了 我自己生日的话 就是随便花个几百块钱 请宿舍的朋友吃顿饭就打发了 宋志笑哈哈地说着 我看你家里也是爆发户 现在北海省有钱人也多得是 陈兴半开玩笑地回了一句 宋志家里就算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家 也寒酸不到哪去 这从一些蛛丝马迹 多少能看出一点出来 别的不说 以他住的那个小区的房价来算 宋志那套单身公寓也得上百万 普通人家能买得起才怪 宋志家里出得了这个钱 给他在外面买房子住 那这家境也差不到哪去 北海省有钱人是多 但我家可是穷人 宋志信誓旦旦地说着 不信哪天我带你去看看 得 那还是算了 我可没那个时间跟你瞎折腾 陈兴笑道 聊天的功夫 时间过去的也快 出租车在小区门口就被拦了下来 不能进去 小区里居是别墅 住在里面的人非富极贵 除了登记在侧的车辆 要么是小区里的业主 亲自打电话到门岗这里 不然外来的车辆都无法入内 宋志打了个电话后 门岗这边才放行 车子开进去 可把那个出租车司机兴奋得不行 唾沫横飞 嘖嘖 咱还是第一次跑车到里面来啊 早就听说这个别墅小区多么奢华了 里面每一栋最低 据说都是好几千万的 上亿的还算普通的 今天算是开眼了 师父 你也努力 改天也住进这里面来 陈兴笑着对那出租车司机道 小 这位先生 你就别讽刺我了 就我这种开出租车的 干个几百年都凑不够钱 咱这里买栋别墅 买个卫生间还差不多 出租车司机自嘲道 他已是四十多岁的年纪 原本想叫陈兴小兄弟来着 话到嘴边就赶紧改口了 人家能进到这里面来 指不定也是什么富贵人家 出租车司机也不敢随便跟人家称兄道弟的 工种不分贵贱 师父 你也别自嘲 有钱人有有钱人的活法 没钱人有没钱人的活法 咱别去羡慕别人的好日子 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才是真的 图的是个心安理得 心情舒畅 师父 你说是不是这个礼 陈兴笑道 可不是吗 咱就图个活的书心 感情这位先生也是个明白人 出租车司机笑得格外爽朗 从后视镜里多看了陈兴一眼 显然是对陈兴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颇为惊讶 就两人说话的功夫 出租车就照着送志的提示 停在了一栋别墅边上 已经开不过去了 别墅门前停了太多的车子 一眼看过去 据是好车 跟他这辆出租车比起来 一下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别墅的二楼阳台上 更有人在对着这辆出租车指指点点 陈兴和宋志下车不行 目的地就是眼前这栋别墅 粗略看了一眼 陈兴就知道 这栋别墅 在这个别墅小区里 绝对是属于奢华的了 后面还有一个私人的露天泳池 这家伙的父亲 好像是什么影视公司的老总来着 听说最少都有十亿身家的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不过这别墅倒是挺气派 宋志抬头看了二楼一眼 和陈兴小声嘀咕着 眼里闪过一丝厌恶的神色 从二楼传来一阵哄笑声 隐隐约约能听到 是在议论 他是坐出租车过来的来着 看样子也都是宋志的同学 你说你同学的生日 party 跟我又没半毛钱关系 你非得拉我过来 这不是让我找不自在吗 陈兴笑了笑 对于来自二楼的哄笑声 陈兴一笑置之 并没放在心上 哎呀 拉你过来冲冲门面吗 人家都说 要带朋友过来 越热闹越好 我总不能自己 一人当光感司令就来了吧 宋志嘴巴都浓了起来 让你见识一下明星不好呀 说不定晚上 你还能跟美女 来个艳遇啥的哦 能不能上手 就看你的本事了 咦 对了 前些天没见着你的时候 我常看到一个 很漂亮的女子 进出你那个房子 那女的不会是你老婆吧 不是我老婆 能随意进出我的房子吗 陈兴翻了翻白眼 你问的都是废话 哇 那你媳妇好漂亮啊 我也是个女的 看到她 我的眼睛都快直了 帅哥 你好福气啊 娶了个这么个漂亮的媳妇 是不是每天晚上都那啥了 然后早上起来 就腰酸背痛了 宋志嘞嘻嘻地笑着 没大没小的 信不信我收拾你 陈兴气地摇头 这小女娃 还真是啥话都敢说 信 当然信 我知道 帅哥你是个了不起的大官 那我把嘴巴闭紧点 省得帅哥 您真下得了手 宋志做了个鬼脸 没心没肺地笑道 别墅门口 有专门的迎宾人员 陈兴和宋志被热情地迎了进去 但一到大厅 就只见迎面走来一个跟宋志差不多年纪的女孩 满脸笑容地冲宋志说道 哟 宋大美女 今晚怎么没有帅哥专车接送过来啊 竟然还要打车过来 早打个电话给我吗 我让我家的司机去接你 不劳你挂心了 我还是坐出租车比较舒服 你家的车子太高档 我坐不起 怕弄脏了 赔不起 宋志笑咪咪地硬着 拉着陈兴就往前走去 你同学 陈兴转头看了宋志一眼 新到现在的孩子可真是不得了了 彼此关系不好 还能笑着说话 还是笑里藏刀来着 一个宿舍的 宋志厌烦地撇了撇嘴 狗眼看人低的家伙 难怪 陈兴点了点头 多少有点明白 宋志为什么会喜欢住在校外了 除了比宿舍舒服 恐怕跟宿舍同学的关系 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party估计还要一会才开始呢 咱们自个儿先随便吃点东西 找个地方做 宋志朝陈兴说着 客厅的一边 有水果沙拉 有丰盛的自助餐 都是让客人随便取用的 宋志今晚还没吃东西 这会已经急着找盘子要开吃了 你来参加你同学的生日 party 就不用先去跟今晚的寿星道生喜吗 陈兴都快被宋志打败了 人来了就好了 管那么多礼数干嘛 人家有很多贵客要招待 暂时还顾不上我们 宋志随口应了一句 嘴巴里已经塞进了一个小蛋糕 看得陈兴摇头直笑 这小姑娘有时候也有种单纯的可爱 天大地大 肚子最大 宋志此刻已经秉承着这个信条 开始扫荡精美的食物了 见陈兴没动 白了陈兴一眼 道 帅哥 你是来给人家节省粮食的吗 我今晚已经吃过了 你先把你的肚子填饱了 不用管我 陈兴笑道 陈兴说着话 后边传来了一个不太确定的声音 陈兴 陈兴应声转头 疑惑地打亮着眼前的人 猛的 陈兴眼睛一亮 薛大宝 哈 陈兴 真的是你 被陈兴叫薛大宝的面 大笑着走过来 拍着陈兴的肩膀 我说刚才在楼上 看着那个从出租车下来的 怎么跟你很像呢 寻思着下来看一看 感情真的是你 你小子一点没变 还是老样子呀 我倒是没变 你倒是更加的心宽体盘了 陈兴笑着打亮着对方 大学的时候 对方就比较胖 现在肚子又大了一圈 典型的将军度 则 说我胖就直说吗 还说得这么文绉绉的 咱们班上的才子 讲话水平就是不一样 薛大宝搭着陈兴的肩膀 就跟大学时候一样 勾肩搭背地 往客厅的沙发走去 陈兴 你小子怎么跑京城 来了呀 薛大宝和陈兴在沙发上坐下 第一句话就问道 他记得陈兴考上海城市公务员来着 在海城市混不下去了 被打发到京城来了 陈兴随口胡周着 跟眼前这薛大宝讲话 还真就不用太正经 大学的时候 大家都是习惯胡扯来着 薛大宝讲话经常都是不着边际的 谁都不知道他哪句话是真 哪句话是假 久而久之 跟他聊天的 也都会和他乱扯 陈兴乍一见到对方 宛如还跟在学校里一样 下意识地就随口胡说起来 你小子现在说话 也喜欢胡说八道了呀 薛大宝轻垂了陈兴一拳 确实没再问下去 以为陈兴的工作一般 不好意思说 薛大宝也就顺势转移了话题 笑道 你跟费明都是海城的 有没有联系 听说前几年的时候 费明还组织了一个聚会 邀请班上的同学过去 可不是吗 去的人不少呀 怎么没见你过去 当时费明可是包吃住 还包来回车费的哦 薛大宝提到 以前同学聚会的事 陈兴才想了起来 那时候可没见到薛大宝的身影 且 谁稀罕他那点钱 我就是 看他那嘚瑟劲不爽 才不想过去 薛大宝不屑地撇了撇嘴 不就是有个父亲当个小官吗 整天牛逼哄哄的 也不知道在傲气个啥 你说在这京城里 每个副部级都不好意思跟人说是个惯 他也就在海城那嘎拉里 坐井观天了 大宝 大学那会 可没见你跟费明闹啥矛盾呀 听你这口气 倒像是跟他积怨已久的样子 陈兴诧异地看了薛大宝一样 其实对方的名字 也不叫薛大宝 叫薛进宝来着 当时大学那会 大家都笑说 他爸妈肯定是成天想着发财来着 要不然干嘛把儿子取名叫进宝 正巧那时候流行着一句电视上的广告词大宝 天天见 大家就把薛进宝叫成薛大宝了 刚巧还很上口 叫着叫着 薛进宝的名字反倒是很少有人叫了 是没啥矛盾 不过你也没看过 我跟他走得近吧 薛大宝笑着摇头 我们那叫井水不放河水 大家尿不到一块去 也就老死不相往来了 你这一说 好像还真是那么一回事 陈兴回忆着大学时候的事 大学毕业都八年了 这回再想以前的事 并没多大的印象 特别是自己没关注的 薛大宝要是不说 陈兴也想不到 对方跟费明关系不好 不过这回仔细想想 好像还真没见过薛大宝 有跟费明玩到一起过 想想那时候 费明一身傲气 也难怪会招致一些人厌恶 陈兴自个就是其中之一 你那时候光顾着和赵晴亲亲我我了 哪注意得到别的呀 薛大宝笑眯眯地看着陈兴 陈兴 瞧你跟赵晴亲热了四年 这大学毕业后 修成正果了没有 陈念就是了 咱不提这个 赵晴毕业后没多久就嫁人了 你不知道啊 陈兴笑道 不对啊 你俩大学的时候不是好得很吗 毕业后没 薛大宝正了一下 很是惊讶 看着陈兴 后面的话直接咽回肚子里 大学时候 陈兴和赵晴可是恩爱得很 两人又都是江海省的 离得近 薛大宝以为 两人毕业后会理所当然地走到一起 再加上毕业后这些年 同学之间没联系 他也就不知道陈兴和赵晴的情况 此刻一问 才知道不是自己想的那么回事 这要是在提两人的往事 难免会给让陈兴认为 是在接他的伤疤了 好了好了 既然都是过去的事 那咱们也不提了 别坏了心情 薛大宝笑着拍了拍陈兴的肩膀 说到同学聚会这时 我倒是也想组织一次 就放在京城 离你们那次聚会 也过去了三四个年头了吧 也该再聚聚了 那时候我没去 估计也有别的同学没去吧 这次我争取要把全班同学都请过来 咱不能让费明比下去 过来的同学 来回的飞机票我都出了 在京城 全城住五星级酒店 你还真是大快啊 我说你不会是故意要跟费明杠上 才这样烧钱吧 陈兴好笑地看了薛大宝一眼 说起来 他跟薛大宝的关系不算很好 但也不属于差的那种 怎么说呢 大学时候 他竟跟赵晴在一起 花钱月下了 忙着谈恋爱 也就很少跟其他同学玩到一块去了 像有时候同学组织到把打CS 又或者到酒吧蹦迪傻的 他基本上都是没去的 所以 除了跟黄明这个死党 是从高中一起到大学的 两个人关系特别铁外 也谈不上和哪个同学的关系特别好 不过他的人缘 却是比费明纳斯好多了 和同学关系都还可以 跟薛大宝的关系 也就是 介于这种关系之间 但不管是啥关系 毕业好多年之后 第一次意外重逢 总是能让人格外惊喜的 这也是 两人此刻都笑得格外开心的缘故 除了是不想让费明比下去 咱本来就不应该办得太寒酸 掉了自己身价不适 薛大宝傲然地说着 陈兴微微一愣 这才想起他今晚是被宋志拉过来 参加同学的生日 party 照那宋志所说 这是有钱的大户人家 身家上十亿的住 不管这是不是真的 但能住得起这样的别墅 肯定是有钱人无疑 人家请的 肯定也都是些身份相近的人物 起码不可能是穷人 当然 除了今晚半生日的那年轻人的同学 可能不一定都是有钱人外 主人家的朋友啥的 都不会差到哪去 薛大宝不可能跟那 还再读大三的小伙子是同学 那可能就是人家父辈的朋友了 这说明什么 陈兴想着这些因果 笑道 大宝 看来你毕业这些年 发了大财了呀 讲话的口气都不一样了 发大财谈不上 再给我家里打工 京城正好有个分公司 我爸把我打发来管理了 薛大宝笑道 言语之间 忍不了有几分自得之色 原来是这样 没想到你小子藏得这么深 竟然是个富二代 陈兴有些亚然 大学的时候 也没见薛大宝 表现得很张扬傻的 穿着打扮都很随便 倒是所有人都小瞧他了 魏魏 你小子可别冤枉我 我总不能成天跟人嚷嚷说 我家有钱吧 待会同学们 该在我脸上 刻上人傻钱多四个大字了 我可没像费明内斯那么高调 薛大宝笑着撇了撇嘴 在大学里装逼有啥意思 有本事出来 社会了再见真章 陈兴你说是不是 薛大宝和陈兴乱扯着 目光扫了一眼 端着小水果 往这边走来的颂指 暧昧地朝陈兴看了一眼 笑道 那小妞就是刚才跟你一块下车那个吧 该不会是你搭上的小妹妹吧 去你的 你以为我有那么无聊啊 陈兴推了薛大宝一下 笑骂道 宝哥 你怎么在这啊 我说你怎么下来了 就没上去了你 这时候 从楼梯上下来一个女的 站在楼梯转角处 朝下面张望着 一见到薛大宝 就娇称地喊道 我说 那该不会才是你勾搭上的小妹妹吧 陈兴看了女孩一眼 看样子 不过是跟宋志差不多的年纪 叫薛大宝的样子 亲热得很 嘿 不能说是勾搭 是人家倒贴着上来 咱都明着告诉她 是有家事的人了 这小妞还切而不舍地缠着我 哎呀 哥们是怜香惜玉的人呀 总不能看着这么水灵的一棵小白菜 让别人糟蹋了吧 就将就着输入后宫了 薛大宝吟笑道 这一刻 薛大宝的样子 宛若大学时候的翻版 让陈兴倍感亲切 女孩也走了过来 看到宋志海打了一下招呼 两人一说话 陈兴才知道 感情两人也是同班同学 古怪地看了身旁的薛大宝一眼 这小子倒真是包起女大学生来了 嘿 看见了吧 哥们的魅力大吧 薛大宝朝陈兴得意地眨了眨眼睛 刚才看到你和那小姑娘在一起 我以为你这个大学里的乖乖仔 也跟我是同道中人呢 干起老牛吃嫩草的事来了 我还道 你小子出门 坐出租车 竟然还能掉美眉 这本事我可比不上 我看不是你魅力大 是你的钱袋子魅力大 陈兴笑道 很不给面子地道出事实 女孩和宋志聊了起来 薛大宝也有时间跟陈兴这位老同学闲聊 陈兴这才知道 薛大宝跟女孩认识 也是在一次聚会上 晚上半生日的这小伙子的父亲 跟薛大宝是合作伙伴 因为薛大宝年纪轻 跟那小伙子倒也是能说得来几句 小伙子有一次跟同学们出来唱歌 就请他一块过来 然后跟同学们炫耀 薛大宝是傻傻集团的大少爷来着 女孩子就对薛大宝上心了 主动要了联系方式 后来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 女孩子是心甘情愿办大款 我们家是搞家具生意的 做得比较大 在全国算是排得上号的 各大城市都有直营店 在京城待了几年 手上有些钱 我也就想着投资点别的杠杠 正好泛东的公司连续投资了好几部大制作 缺钱 我就凑了一亿 也跟着投了进去 这才跟泛东认识 薛大宝讲着和这别墅主人的渊源 别墅主人正如宋志所说 的确是一家大影视公司的老总 因为公司一口气 同时开拍几部投资上亿的电影 其中一部更是高达五亿的大制作 这才导致资金周转不过来 需要找人投资 薛大宝也想投资点别的行当 两人也就一拍即合了 那你今晚是带着小情人 过来参加朋友儿子的生日 party了 陈兴笑道 他跟泛东儿子是同学 我跟泛东儿子也算是认识 又跟泛东是合作伙伴 正好一块过来了 不过参加生日是次要目的 今晚的主要目的是一堵 那大明星张扬的风采 嘿嘿 兄弟我可是早就望眼欲穿了 平常约他 那女人架子倒是挺大 竟然推说没空 今晚正好趁泛东给儿子办生日 邀请了不少演艺圈的人过来 听说他也要来 哥们我怎么能错过 就近认识的机会呢 说不定还能找机会 一亲方则呢 说到张扬 薛大宝双眼微微放光 大宝 那女人可不简单 你最好还是不要对他动心思 陈兴一听到张扬 心里一紧 好心地提醒道 不就是一个比较出名的戏子吗 有啥简单不简单的 无非就是个钱的问题 我要是有钱 砸个十一八亿捧他 我就不信 他不乖乖地爬到我床上来 薛大宝不以为然 现在他不过是觉得 咱的财力入不了他的眼罢了 小瞧我了 陈兴听到薛大宝如此说 知道自己在劝说什么 也没用了 这人要是自己不吃点苦头 别人说什么都是没用的 对了 听你口气 不会是跟张扬打过交道吧 你怎么知道 人家不简单 薛大宝好奇地看了陈兴一眼 打过几次交道 不过跟他不熟 只是他给我的印象不太好罢了 陈兴淡然道 人家是正当红的大明星吗 肯定是高傲得很 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也没什么奇怪 别说你 我都这心里都憋着口气呢 不就是个演戏的吗 竟然不给我面子 薛大宝显然还对自己邀请 张扬未果而耿耿于怀 一时也没去细究陈兴的话 陈兴见薛大宝如此说 也没再刻意地解释啥 在他的认知里 张扬跟王正的关系匪浅 薛大宝真要是胡来 最后恐怕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不过他印象里 薛大宝这人也是八面玲珑的人 应该不会做出什么墙来的事情 帅哥 你们聊啥呢 宋志和自己同学寒暄着 两人就一块走了过来 看着陈兴的眼神也有几分惊讶 宋志没想到 陈兴竟然也有认识的人 随便聊聊 这是我大学的同学 陈兴笑着拍着薛大宝的肩膀 还能在这巧遇你的大学同学 帅哥 看看 今晚跟我来对了吧 宋志俏皮地朝陈兴眨了眨眼 宋志跟薛大宝的小情人 是同班同学 陈兴跟薛大宝又是大学同学 四人也就干脆坐在沙发上聊了起来 薛大宝朝陈兴使劲抛着暧昧的眼神 低声道 陈兴 我看那小妞对你有点热乎近呀 你小子稍微用点心 绝对能够上手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 陈兴翻了翻白眼 他也不认为在男女之事上就是个好货色 但让他对小女孩下手 他还真干不来那种事 都是男人 你就别在我面前装了 薛大宝对陈兴嗤之以鼻 正带要说点啥 猛的就顿住 张开的嘴巴直接就定格 眼珠子一动不动地往门口瞅着 陈兴跟着对方看过去 呵 进来的不是张扬是谁 瞧把薛大宝给看的眼直的 不得不说 张扬的气场还是很强大 前呼后拥不说 看样子连别墅的主人都亲自迎出去了 虽说只是个演戏的 但当演员能让影视公司的老总都亲自迎出去 那也足见张扬在这个圈子里的成功了 陈兴 哥们先不跟你扯淡了呀 这是我的名片 回头你记得给我打个电话 改天咱们找个时间好好出来聚聚 现在我要先去进行我的泡妞大业了 薛大宝说完一溜烟就窜了出去 连自己的小情人都顾不上了 生怕眼前的张扬给飞了似的 不说薛大宝 就是宋志 此刻满眼火热地望着门口 跟他聊天的同学已经跟着薛大宝后面追上去了 就剩下他一人 帅哥 大明星张扬耶 宋志坐到陈兴身旁 热切地看着门口 他虽然没像其他人那样追到门口 但眼神里也不掩饰他对张扬的崇拜 不就是个演戏的吗 瞧把你们都给磨正的 陈兴摇了摇头 帅哥 我表示跟你这种不懂欣赏的人没法沟通 咱俩的确存在代沟 宋志很是恼火的看了陈兴一眼 陈兴笑了笑 没再说啥 这外表看起来跟女神一样的张扬 背地里谁知道出卖过多少次了 陈兴都搞不明白这些追星的人到底是对他哪里狂热了 因为今晚是私人宴会的关系 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主 倒也没有出现众人围堵张扬的场面的出现 除了跟宋志一样的年轻学生 比较直白地表达着对张扬的喜爱 向张扬索要签名外 像薛大宝这种客人都是很克制的 保持微笑站在一旁 陈兴看着薛大宝一本正经 人模人样的样子 心里好笑 这小子为了泡妞 倒是装得挺像 陈兴看到张扬 张扬同样看到了陈兴 在给几个小女孩签名时 张扬一抬头 就意外地看到了陈兴坐在了客厅一角的沙发上 眼神里闪过一丝差异 张扬隔空朝陈兴轻点了下头 并没有朝陈兴走过去 点头的动作幅度也很小 也没啥人注意 Party开始了 今晚的寿兴翁 是范东的儿子范志明 过21岁的生日 小伙子将近1米8的个头 穿着一身范丝折 很是帅气 今晚这个Party 也有点大杂会的意思 除了范志明班上的同学 范东生意场上的朋友也来参加 演艺圈的不少名导和知名演员 也纷纷过来捧场 再加上范家的亲戚朋友啥的 各种不同身份的人都凑在一起 也没特意划分接待场所 范东这个主人家 讲了几句感谢大家捧场的话 接下来就是范志明这个今晚的寿兴许愿和切蛋糕 只见范志明兴奋地看着张扬 嘴上亲切地喊了一声张扬姐 邀请张扬跟他一起切开蛋糕 在场一些范志明的同学更是尖叫了起来 纷纷起哄 你怎么不上前去凑热闹 你不也是追星一族 陈兴转头奇怪地看了颂志一眼 那么多人 我挤上去干嘛 待会肯定有机会找张扬姐签名的 找什么挤 颂志眼睛一直往张扬的方向飘着 却是没像其他人一样凑上去 切完蛋糕 接下来就是自由活动 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热闹起来 大厅放起了舞曲 有人邀请着舞伴就进入舞池跳舞 有的则是在自助餐区域找着东西吃 至于一些较为尊贵的客人 则是被邀请到了二楼 像刚才薛大宝就是从二楼下来的 他是范东的合作伙伴 对范家来说也是贵客 今晚最引人注目的 无疑是那些过来的明星和导演 令沉兴意外的是张兴也过来了 这个跟他有着一晚情愿的女星看到他时 同样有些发愣 似乎也是为了不想引起别人注意 张兴并没有过来跟陈兴打招呼 他也到二楼去了 陈兴一直留在一楼 他是跟宋子过来的 在别人看来 也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罢了 压根不值得注意 至于薛大宝 这会正在二楼跟张扬大献殷勤来着 太无聊了 你说你今晚把我拉过来 不是让我遭罪吗 陈兴跟旁边的宋志说道 切 人家都去追星切了 谁让你不上去的 晚上让你过来看看美女大明星 你还好意思说遭罪 别人还没这个机会呢 宋志反驳道 其实他知道陈兴可能对这些不感兴趣 嘴上却是不服输 嗯 陈兴和宋志说着话 秃得就愣了一下 张扬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二楼下来了 在一楼的客人 有些就欣喜地围上去 要求合影了 张扬都是来者不拒 表现得很是亲切 范志明也带着几个朋友 跟张扬合影了一张 张扬打发掉身边的人 这才笑着朝晨星走过来 宋志登时就兴奋道 哇 张扬姐过来了 我要过去要签名 合影 宋志话音刚落下 范志明和刚才带的几个朋友 就朝宋志走过来了 笑眯眯地看着宋志 宋志 刚才到了 怎么也没上去跟我打个招呼 我还说你不知道在哪呢 原来一直躲在这角落里 你今晚是寿星 有那么多人要招待 咱老同学了 还客气什么 宋志被范志明叫住 脚步也只能停下 回应着范志明 陈兴见宋志这边 跟自己同学讲着话 张扬又明显是朝他而来 陈兴不动声色地往前走了几步 走到旁边的红酒柜旁 那里没什么人来着 陈司长 可真巧 没想到晚上会在这里见到您 张扬见陈兴特意走到一边 笑了一下 也洋装过来倒酒 走到了陈兴身边 是巧 正应了那句老话了 无巧不成书 在这遇到张小姐 我也意外得紧 陈兴皮笑肉不笑地应着张扬 陈司长该不会是和范总也认识吧 张扬笑着看了陈兴一眼 随即又像是自言自语 也不对 陈司长要是和范总认识 那应该也是贵客 范总早把您请到二楼了才对 张小姐真聪明 难怪能在演艺圈里混得风生水起 比别人都成功 陈兴笑道 我怎么听着感觉陈司长您是在讽刺我呢 张扬美眸瞟了陈兴一眼 她能听出陈兴讽刺的意思 却是一点没放在心上 依然是笑脸相迎 前些天听闻陈司长您受了伤 现在还好吧 要是没好 张小姐也不可能在这里见到我 陈兴转头看着张扬 没想到对方连这事都知道 从王正那里听来的消息 自己中枪 恐怕王正乐的不行了 也是 陈司长这次受了伤 以后可得再多加小心 现在的亡命之徒太多了 也不知道是哪个穷凶极恶的人 竟然对陈司长您下手 我一定诅咒她早日下地狱 张扬一脸认真 多谢张小姐关心 我也希望张小姐的诅咒能应验 陈兴还带说啥 突然啪的一声 毫无征兆的 一声响亮的耳光声在大厅里响起 陈兴寻声望去 脸色微微一变 宋志正捂着脸 对面站着的正是范志明等几个男子 只见宋志气愤地指着几人 一脸委屈 陈兴顾不得和张扬多说 说了一声失陪 急匆匆地朝宋志走去 刚才还好端端的 这是怎么了 響亮的耳光声 也引起了客厅里其他人的注意 不少人都纷纷朝声音的来源注视过去 看到范志明 这位今晚的寿星也站在一边 无疑更加地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怎么回事 陈兴走到宋志身旁 脸色并不好看 他和宋志年龄差了快十岁 再加上几次相处了下来 对宋志大咧咧的性格 还是颇有好感 内心深处 还是蛮喜欢这个胆大包天 如同林家妹妹一样的小姑娘的 也有点 将宋志当成妹妹看待的意思 这会看到 宋志被人扇了一耳光 陈兴的脸色 自视不好看 陈兴问着话 在看着站在宋志对面 显然是刚才出手打人的年轻男子时 目光也是微微一正 男子身上的白色休闲装沾满了红酒 顺着衣服往下流着 明显是被人泼的 回头再看看宋志端着的空酒杯 陈兴多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估摸着是宋志将红酒往对方身上泼了 弄清这个因果 陈兴不禁苦笑 小女娃又惹祸了呀 这男的嘴巴太贱了 我泼他一点酒 让他清醒清醒 宋志坚强地没有哭出来 被打那边的脸上 有一个清晰的巴掌印 臭三八 信不信我再扇你一巴掌 被泼了一身酒的年轻男子 听到宋志如此说 火气又蹭蹭地往上冒着 看着宋志的眼神双眼冒火 你一个大男人 大庭广众之下欺负一个弱女子 有意思吗 陈兴看了对方一眼 不管是谁对谁错 一个男子在这种场合 欺负一个女的都说不过去 目光从今晚的寿星范志明身上扫过 陈兴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宋志跟范志明怎么说 也是同班同学 今晚还是为参加对方的生日 party而来 对方此刻正一脸默然地站在一旁 这让陈兴有些无法理解 现在的学生 想法到底怎么了 今晚他和宋志刚进来时 那个和宋志说哈 有点针锋相对的女生 此刻也站在旁边 脸上的神色更是幸灾乐祸 怎么 听你这意思 你想为他出头 年轻男子盯着陈兴看 转头朝旁边的范志明问道 志明 这人是你的朋友吗 不是 我不认识他 可能是宋志带过来的朋友 刚才有人说 看到他们一块从出租车下来的 范志明摇了摇头 看着陈兴的眼神一阵戏血 坐出租车过来的 年轻男子眼中闪过一丝嘲讽 一下子将陈兴划入可以无视的那一类人中 重新看着宋志 臭三八 给你一个选择 向我道歉 这是我倒没发声过 向你道歉 我呸 宋志说着 竟真的朝年轻男子身上 吐了一口唾沫星子 这下倒好 本来就见把弩张的场面 一下子就濒临失控 年轻男子被人往身上吐口水 几乎就要抱走 仰手又要给宋志一巴掌 陈兴赶忙伸手挡在前面 阻止男子的行为 对宋志举动 有些无奈和苦笑 这小丫头骗子 胆子真的不是一般大 给我滚开 年轻男子朝陈兴怒吼了一声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被宋志把口水涂脸上了 男子显然下不来台 想要出这口气 有话好好说 动手动脚的 算什么好汉 今晚是主人家举办生日晚会的高兴日子 你要在这里扫兴吗 陈兴冷冷的看着男子 回头看了宋志一眼 想要叫对方道个歉 毕竟是往人家脸上吐口水来着 想想又是闭上了嘴 这小丫头脾气火爆 还真不一定会道歉 陈兴的话 让一旁神色漠然的范志明 也是微微一正 晚上是他的生日 party 他其实也不想搞出什么过火的事来 让人看笑话 但身边 这比他大三四岁的年轻男子 身份却是有些敏感 范志明不太想得罪 所以刚才也就冷漠地选择了旁观 眼见事情要越闹越大 范志明脸上也闪过一丝犹豫之色 宋志 你太过分了 朝别人脸上吐口水 还不快向赵哥道歉 范志明这时候终于出声 要不然 他的party 还有可能真的演变成一出闹剧 晚上可也有他父亲的朋友来着 范志明不想把事情闹大 让人看了笑话 我过分 你怎么不说这姓赵的过分 他刚才说那些下流话的时候 你怎么不阻止他 现在反倒说我过分了 范志明 有你这样的同学 我真感到悲哀 今晚来参加你的party 我还真是自个犯贱了 瞎了我的眼 宋志明哼哼地说着 一点也不示弱 陈兴在边上看得直摇头 这小女娃不知道是不是有一颗大心脏 什么都不怕 智明 你啥也别说了 现在不是道歉能解决问题的了 被范志明称为赵哥的年轻男子 一脸阴质 扫了扫周围围观的人 赵姓男子脸面挂不住 这会是强忍着怒气 这样的场合 他没法做出太过活的举动来 楼下的动静已经惊动了二楼的人 范志明的父亲范东亲自走了下来 不少二楼的贵客也纷纷走了下来 范东脸色很难看 好好的一个party搞成这样子 晚上除了儿子的同学和朋友 还有他的客人 这不是让他在客人面前难堪吗 张扬这会依然站在酒柜前 并没有围过去 目光朝着人群聚集的方向看过去 虽然没凑到近前 但隔着五六米的距离 张扬也清楚地听到了那边的对话 那赵姓年轻男子 张扬认的 是广电总局下辖电影局局长赵刚的儿子赵通华 怎么回事 匆匆下来的范东沉着脸问道 看了儿子一眼 脸色多少有些不满 爸 我同学和赵哥有点发生了点误会 范志明苦笑着解释了一下 他没办法说实话 刚才赵通华确实说了一些下流的话来着 瞄了瞄赵通华 范志明很是无奈 他知道赵通华对宋职有点那兴趣 一直想上手来着 之前他就有帮着牵线 让赵通华跟宋职认识 不过赵通华显然是在宋职那里吃瘪了 人家对他不感冒 这赵通华兴许就有些恼羞成怒了 范东往赵通华身上看了一眼 再看看宋职 眉头皱了一下 朝赵通华笑道 通华 你衣服脏了 先去换一套 这是交给范叔处理怎么样 范东对赵通华一个晚辈还是很客气的 没办法 他在影视行业里混饭吃 必须跟赵刚搞好关系 得罪了赵刚 到时候电影在上映审查前 电影局那边随便找个茶 说你这部电影傻傻 有点不和谐的内容来着 那你就得重新回去 把内容剪辑修改一番 这还只是轻的 人家要是来点狠的 直接把你电影卡住 让你没法上映 一部电影的投资可能就打水漂了 要是上映的大制作的话 那真是哭都没地方哭去 只能用损失惨重来形容 所以在这行业里混饭吃的 基本上都在电影局里有点关系 像他这种行业里的大佬 直接就是跟电影局的领导 有着不错的私交 无非是为了电影审核的时候 能够有点便利 赵通华听着泛东的话 脸色有些犹豫 这样的场合 他不能闹过火 这里有一些大老板在 还有不少是演艺圈的名人 他要是闹得太过 也等于是让人看扁了 觉得他一个局长的儿子 不过是这点素质罢了 当然 最主要的是 范东也不会认他胡闹 晚上毕竟是范家办的party来着 他要是胡来 范家也没面子 所以赵通华就有些犹豫了 范东和他父亲私交不错 赵通华也不太想搏范东的面子 但让他这样算了 赵通华又不甘心 这时候 范志明不知道在赵通华耳边 低声说了几句什么 只见赵通华眼睛微微一亮 随即点了点头 恨恨地看了宋志一眼 就和范志明转身离去 他这身衣服是没法穿了 刚好他的身高 也和范志明差不了多少 个儿挺高 只能去换一身 陈兴 你朋友没事吧 薛大宝逝时地出声了 宋志脸上 依稀还可见淡淡的巴掌印 薛大宝这回说话 显然是要做给范东看 陈兴是他的朋友 就别为男人家一个小女生了 薛总 你朋友 范东瞥了陈兴一眼 疑惑地看着赵大宝 大学的好哥们 好多年没见过了 晚上正好在范总这里巧遇了 说起来还是托了范总您的福呀 薛大宝点头笑了笑 那还真是巧 看来是老天爷注定让你们老同学重逢吗 范东笑了一下 若有所思地看了薛大宝一眼 对方这么一说 他还真没法再说啥了 薛大宝是他的合作伙伴 他不能明着搏对方的面子 不动声色地看了看陈兴和宋志 特别是宋志 还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姑娘 范东这四五十岁的人 也没法拉下脸来说什么 年轻人的争端 他这个大人可以拉偏价 但不能做得让人鄙夷 这会太多人看着 范东又自诩是有讲究的身份人 也只能朝大家挥了挥手 笑道 只是一个小误会 大家继续 该喝酒喝酒 该跳舞跳舞 不要受了影响 范东说完 朝陈兴和宋志威点了一下头 算是接过此事 他也不问说宋志被人打了怎么样 心里头终归是偏向赵通华的 儿子的一个同学 不值得他上心 不过多少还是给了薛大宝一个面子 拍了拍薛大宝的肩膀 笑道 薛总 晚上你的朋友 要是有什么招待不周之处 还请见谅 范总客气了 咱之间那么客气干嘛 我朋友也是随意的很 薛大宝不在意的摆了摆手 范东说完也就离开了 并没再多看陈兴一眼 刚才虽然是在说 对陈兴是否有招待不周 但无非是一句场面话 只不过是给薛大宝面子 而对他来说 给了薛大宝面子也就足够了 至于陈兴 范东压根梅怎么放心上 一直在基米开外旁观的张扬这会 并没什么人注意 半边身子被红酒柜挡住 再加上众人的注意力都在争端上面 一时没人去注意 他这个风头无两的大明星 此刻张扬听到薛大宝 跟陈兴是朋友时 多看了薛大宝几眼 眼神亮了一下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他不认识薛大宝 但对方刚才在二楼的时候 对他大献殷勤来着 身边的经纪人一介绍 他才知道对方曾经邀请过他几次 只不过是他都回绝了 之前没见过 刚才自然也就不认识 也没在意 这会因为薛大宝跟陈兴认识的关系 张扬明显是对薛大宝 多留意了几分 陈兴 你朋友没事吧 范东和其他客人先上了二楼 薛大宝没急着上去 走到陈兴跟前 看了看宋志 应该没啥事 陈兴看了宋志一眼 摇头苦笑 这小姑娘今晚吃到苦头了 回头看会不会长点记性 没事就好 我就在二楼 有什么事叫我 薛大宝点头道 就要再上二楼 无意间看到张扬在侧边的酒柜 薛大宝眼睛一亮 朝张扬走了过去 这小子还真是见色妄异 陈兴见薛大宝 屁颠屁颠的往张扬的方向走了过去 在后面笑骂了一句 张小姐 原来你在这 你说上的卫生间 我说怎么就消失了 感情是到楼下来了 薛大宝一张脸笑得跟弥勒佛一样 看到张扬 他的心情显然不错 二楼闷了点 我想着到楼下来走走 就下来了 张扬笑了一下 嗯嗯 二楼太闷了 还是一楼好 薛大宝点头附和着 笑得合不拢嘴 刚刚还跟陈兴说 要上二楼去 这回脚下去是生根了 陈兴和宋志走到一旁去 询问刚才是怎么一回事 这回大厅的不远处 还有一位美女美眸 一直不停地往陈兴身上飘着 正是刚才也从二楼下来的张鑫 张鑫下来后没再上去 目光一直往陈兴的方向飘 她没上去跟陈兴说话 注意力却是一直在陈兴身上来着 显然对这位她第一次卖身的男人 张鑫很是留意 张扬和薛大宝 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 笑着和薛大宝说她待会就要上二楼了 打发了薛大宝 张扬这才往陈兴走去 上下打量了宋志一眼 张扬对这个看起来跟陈兴关系挺不错的小女孩 颇有几分兴趣 在陈兴身旁坐下 张扬目光在大厅上随意扫着 不注意的话 都看不出她是在跟陈兴讲话 陈司长 赵通华那人我接触过几次 心眼挺小的 等下你们离开的时候 要是不介意可以坐我的车 免得有什么麻烦 陈兴没想到张扬特地走过来 是为了说这个 愣了一下 随即摇了摇头 笑道 多谢张小姐的好意 坐你们的车子就免了 我们会自己回去 好吧 既然陈司长如此说 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 张扬显得无奈地耸了耸肩 我知道陈司长 您没把赵通华那种人物看在眼里 不过我还是要再多啰嗦一句 有些小麻烦 总是让人讨厌的 陈司长您自己多注意 张扬说完 也就起身准备离开 他这回坐在这里 已经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了 再待下去 恐怕别人都该好奇地看过来 猜测他和陈兴是啥关系 张扬也没打算多做 这种场合 不是他和陈兴说话的地方 张姐姐 您能不能给我签个名呀 张扬要走 送着这小姑娘像 才反应过来一般 赶紧站了起来 也不知道从哪里 就摸索出了一支水笔 拉着身上的衣服 就让张扬直接签名 签到她的衣服上 看得陈兴摇头苦笑 这小姑娘 刚刚还跟人针尖对盲卖呢 这回就跟没事人一般 笑嘻嘻的 炒偶像要签名了 张扬笑着点头应允 美眸还瞟了陈兴一眼 颇有几分得意 那意思倒像是在说 陈兴一直对她不冷不热 身边的小姑娘 却是她的粉丝来着 签完名 张扬主动提出 跟宋志合个影 差点没把宋志幸福地晕过去 一张笑脸绽放得格外灿烂 两人合影完 张扬也就离开了 宋志一屁股坐到陈兴身边来 脸上雾字笑个不停 还没从刚才的兴奋中回过神来 拿着手机就冲陈兴嚷嚷着 帅哥 看到了没有 我跟张扬的合影爷 哇 太漂亮了 这一张照片我一定要去洗出来 买个特别特别漂亮的相框装起来 嗯嗯 还要再弄一张大的 挂到大厅的墙壁上 你干脆现在就把衣服脱下来 裸奔回去吧 陈兴翻了翻白眼 他对这小姑娘是又好气又好笑 也不知道刚刚是谁受了委屈来着 对啊 多亏你提醒我 要不然晚上回去 要是不小心把这衣服丢进洗衣机 就完蛋了 宋志一下就直起了身子 小心翼翼地拉了拉上衣 却是怕这件有张扬签名的衣服 弄皱了来着 笑道 等下回去 就要把这衣服收藏起来 嘿嘿 这可是我的宝贝 还收藏 穿过的衣服不洗就收起来 你也不怕汗臭味啊 等你以后拿出来就发霉了 陈兴故意逗弄着对方 呸呸 我的衣服香着呢 哪来的汗臭味 你以为都是像你一样臭啊 宋志白了陈兴一眼 陈兴再说下去 大有跟陈兴拼命的架势 瞧把你宝贝的 来吧 你要想收藏的话 我也给你签一个 帮你增加点收藏价值 陈兴笑着 拿过宋志手上的笔做事 就要写下去 宋志一见陈兴的架势 捂着衣服就往边上坐着 别 帅哥 你可别弄脏我的衣服 别人签的就能收藏 我签就弄脏你衣服了 陈兴哭笑不得的看着宋志 小姑娘 你这话可是伤我心了 刚才是谁帮你出头 你看你这忘恩负义的 人家是大明星 你 你不一样吗 宋志眼珠子转了一下 又坐了过来 讨好的拉着陈兴的胳膊 笑道 帅哥 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那个张扬只是人家的一个偶像吗 和你在我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别见 小姑娘 我承受不起 你还是去对你的偶像 表达你的爱意吧 陈兴笑着摆了摆手 心里却是想着张扬的提醒 刚才范志明在赵通华耳旁 不知道说了什么 对方才离开了 希望这小伙子不是出什么馊主意才好 他固然没把这些人放眼里 但也不想多声事 对了 帅哥 你咋认识张扬呀 以前都没听你说过啊 早知道你跟他认识 老娘我今晚都不用过来了 直接找你向他要签名就是了 害得我今晚白白吃了个亏 宋志这会主动提起刚才的事 气不打一处来 早晚我要把那一巴掌还回去 敢请你今晚就是为了这个签名来的 陈兴看着宋志 一脸的苦笑 此时真的不知道该说些啥了 他一直还纳闷来着 看宋志的样子 好像跟范志明的关系也一般吧 怎么屁颠屁颠的跑来参加人家的生日 party了 原来是为了寻求能近距离见着张扬一面 要不然你以为我吃饱撑着过来啊 要不是范志明那王八蛋说 晚上张扬也会来给他捧场 老娘我才不会过来呢 他用八台大叫请都不来 还不是为了能近距离接触一下我心目中的偶像 宋志笑咪咪的说着 还好今晚没白来 虽说吃了点亏 但总算值得 都被人扇了一巴掌了 还叫吃了一点亏 陈兴挑了宋志一言 他现在能确定 这小姑娘真的是有一颗神经粗大的脑袋 好歹我也吐了口水在她脸上 算是扯平了 宋志挥了挥小拳头 以后要是有机会 我早晚把那一巴掌还回去 人家是官二代 你凭什么本事还回去 陈兴看了看宋志 摇头道 小姑娘你要是听我的劝 那以后就离那些人远一点 惹不起总躲得起 别和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在一块 当然你要是家里也有人当惯 比人家的来头更大 那你可以把我的话当耳边风 我本来就没跟那些人混在一块吗 我现在都成了乖学生了 每天按时上课下课 是别人主动缠着我的好不好 那个是去年有一次在KTV唱歌的时候认识的 是那范志明喊来的 就那次过后 他就有事没事的打电话过来骚扰 我都没理会 范志明一直在帮他拉皮条来着 我看不惯他那嘴脸 也就和他们疏远了 关系很一半 宋志听出陈兴是真为他好 人也老实了许多 安分地坐着 是吗 我看你可是很会闯祸来着 陈兴笑道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宋志可怜巴巴地望着陈兴 自从去年底 差点被高利贷给害惨那次 宋志现在算是学乖了 大学不好混 社会却是更加险恶 宋志也是痴意欠掌一掷 两人就待在一楼随便聊着 三楼的某个房间里 范志明安抚着赵通华的情绪 离party结束 也就是一会的事情了 再耐心等等就好了 只要宋志离开别墅去 他们就好办了 范志明刚才给赵通华出的点子 是出了别墅区后 再把人拦下来 那时候想捏圆搓扁 还不是随赵通华的意思 现在毕竟有太多客人在场 不乏一些社会名流 不能干出太过分的事 其实范志明心里对赵通华 也是颇为富匪 暗怪对方太急色了 以后有的是机会对宋志下手 至于着急着 在他生日party上动手动脚吗 搞得他这个主人翁也觉得没劲 陈兴在中途去洗手间的时候 打了个电话 不管张阳是不是好心提醒 陈兴都不希望 待会生出点别的麻烦来 干脆打电话给 成熙区分局局长孙长盛 劳驾孙长盛 待会开车过来接一下 这样也省得会出点啥意外 快八点的时候 陈兴看了下时间 还不知道这party什么时候结束 陈兴却是待得没劲 却随便找个茶馆坐着喝茶 也比待在这里强 陈兴看了看宋志 道 反正你签名也要了 是不是该离开了 还是你要接着待着 帅哥 你想走了 宋志一愣 看着陈兴道 不走还留在这里干嘛 我看你也没特别要好的朋友 在这里 你还留着自讨没趣啊 也是 留着也没意思 宋志抬头看了二楼一眼 显然是还想着能不能再跟偶像张扬 张扬近距离接触一下 看得一旁的陈兴直摇头 他对张扬不敢说了解很多 但起码比宋志这个小丫头多点 对于这些被各自粉丝狂热崇拜的大明星 在公众场合替自己营造的良好形象 其实都挺假 其他人陈兴也不敢妄加评论 至于张扬 这个在粉丝眼中跟女神一样的女人 私底下又不知道曾经当过几个权贵的玩物 没人捧能红 这些也就骗骗小女孩罢了